位在于池乡的三玉基督学院 高达52公顷的校地 放眼望去一片树林层次分明 拥有宽广的绿地 加上校园内树林步道 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风貌 近日不受疫情的遗像 游客不减反真 现在带你们来看看 两旁树木一致派开 宛如一条隧道 让人一进入就心旷神移 轻松不移 超级适合打卡拍照 或是亲朋好友一起散散步 融入校园里宽广草原 带有森林层次改的造景 这里是校园吗 未免也太美了吧 其实很多游客都会过来 这边参观拍照的 还会有人在这边拍婚纱 觉得自己很幸福 会啊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外面 其实很少会看到这种 比较大的像森林的地方 那在这样子一个 城市的生活 非常喧嚣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草皮环境 是非常的难得 那有的人呢 通称我们是全台湾最美丽的校园 防疫期间大部分的人都待在家里 不如往外走 懒懒头踏踏青 不只可以吸收到芬朵精 还可以享受到阳光 增强免疫力 就来测全台最美的绿地校园 美育的命运吧 当台湾确诊的新冠状肺炎的人数 开始增加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陆续会接到 很多民众跟家长的电话 他们第一方面都是询问说 你们学校有没有开放参观 我们自己的观察呢 我觉得现在人数呢 可能有比过去再增加一倍左右 校园里宽广草原 可以休闲漫步 还有修剪成各式造型的植物 怎么拍都可爱 还有这日式建筑阶梯木椅 阶梯式围绕 更是让许多人莫名来拍照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少数技工 这可都是学生以工换新所维护的成果 譬如说像网红啊 部落客啊 还有特别婚纱的新人会特别选的呢 是我们的伊利亚楼后方 那还有个是我们的教堂 我们的教堂呢 是用全部都是用红色木头 跟砖块 你会发现说 它的整个带出来的是一个很复古的感觉 那如果说对草地是很有兴趣 在下面也有一些植物的造景 那个也是学校主要的 那如果你进到我们学校来 你会发现说 我们每一片的草皮 都是经由我们自己的员工 非常精心的去做管理 三月基督学院 每周白天接开放旅客前来参观 星期六除外 每人着收50元清洁费 提醒大家 美好的环境也需要人力用心照顾 才能够维护 请遵习这片景点 你最美的姿态留存 记者曾光佑 于智香采访报导